这是我的座右,或者之前在共产党宣言,之前有些朋友未来的, 这个就是1848年马克思和英格斯写的一个共产党宣言, 讲这个阶级斗争的,就是阶级那个尖锐, 就是资产阶级和劳产阶级,这个我2010年在香港买的, 这个是郭富论,就是现代经济学之父,或者是圣经, 要理解,你想怎样去看经济,怎样去炒楼,炒股票, 怎样去累積财富的话,看这本书,很有副作的, 不过不是没看了名,这个我2007年看北京话的,这个很正的, 最好看原文,原文是英文的,但是这些英文, 因为畢竟都二百多年下,所以都要浪费些时候的, 这个就是我09年在广州拜的,就是资盘论,就是马克思写的, 这个就基于国富论,那个思维不认识的章句, 写下去就是说资盘,资产阶级,浮产阶级, 这个更加接近战航那方面,更加难看得明白, 有些我都在昏一昏,这些书是看一世的, 是看一世的,但如果你不看这些的话, 你是无法真正了解这世界的运作的, 好了,最后我们看电影了,就是,